作为独立开发者 深夜是我们灵感爆发的时刻 但同时也是我们最困倦的时刻 为此 我常常需要借助咖啡或者茶叶 让自己在灵感爆发的时刻 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 作为一个咖啡因的众多爱好者 其实我平时经常会背上我的电脑出去 去找到一些小众的独立的咖啡馆 然后在这些咖啡馆里面点一杯店里的特条 然后把电脑插上 坐在那里去写一天的代码 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也确实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虽然说店里的咖啡很好喝 店里的环境可能也非常的幽静 但是总会有一些不太满足我们的店 比如说就像后面大家看到的 我的书柜上的书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可能没办法随时把它们拿下来翻出来 然后我出门也不可能背上两个小伙计 然后从时去实现说 左侧是代码右侧是文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经过一番分析以后 我会发现其实我需要的 可能不是说我一定要走到这样的一个咖啡馆 然后在咖啡馆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桌子 然后能够让我把电脑发来去工作 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是 可能我们需要的是 在咖啡馆当中的那一杯咖啡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平时买的咖啡 往往是一些速溶咖啡或者之类的 它会导致我们真正在喝的时候口感 并没有我们在店里喝那么好 那经过我自己的一番研究吧 算是找到了一个我觉得还算不错的咖啡 就是曼娜推出的这个咖啡 曼娜的咖啡呢 它现在卖的是这样的一些小的 这样的这个挂耳包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有一个杯子 就可以把这个咖啡呢 给冲成你想要的这个口感 比如说我这里呢 是黑巧克力风味的挂耳包 然后你可以冲出这种黑巧克力风味的咖啡 比如说像我这杯 就是我刚刚冲的这个黑巧的咖啡 当然呢 除了黑巧口味以外呢 它还有一些别的口味 比如说像我自己买的话 还有这种多口味合一的 比如说花香风味的挂耳包 然后还有个坚果风味的挂耳包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 平时对于咖啡的喝的比较多 然后又不是很喜欢喝素容咖啡 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口感和风味的话 那我觉得像曼娜这样的 从原厂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挂耳包的 咖啡呢会更适合你的诉求 曼娜的咖啡包呢 相比于过去大家所熟悉的素容咖啡 味道呢也会更加的还原 而来自曼娜原厂的产出 和基于氮气所限的方案 可以最大的程度还原和门店一样的 咖啡的口味 也是挂耳包 你自己也可以在家里冲出比较好喝的咖啡 特别是我觉得说 在疫情当下的这个大背景 我们可能出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在家待着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在家里去备一些这样的咖啡 是很有助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说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被封在家里的时候 你还能够去有这样的东西来帮助你 在提升醒脑的同时 能够去感受更好的不同的咖啡的风味 很多时候你可能喝不惯它的口味 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呢 你可以试试像曼娜的这种试饮包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小包的试饮包 大概是10块钱以内 然后给你发一个 里面给你发了三个不同的 这个小的这样的一个罐 然后你可以把这样的咖啡豆呢 拿下来 然后呢买一个小包的 去试一试不同的口味 到底哪一个适合你 然后你决定找到了适合你的口味以后 再像我那样去买一个大盒的这样的一个咖啡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说 如果你的平时经常会在家工作 而且你也确实有这样的咖啡的诉求 那么曼娜的这块 瓜尔咖啡 真的很适合你